大家好,我是海棠,一名影视摄影师,我老婆叫李婷,一名医院急诊课的护士,也是一个在救治工作中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名患者,目前他正在家里进行隔离治疗。 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来记录我们抗击肺炎的点点滴滴,希望他能看到,你们也能看到,在这个特殊的一个时期,给大家带来信心。今天是他感染的第三天。 每天都期盼比昨天好转一些。 每天都会用消毒片,加水,配置消毒液,给他的房间消毒,让房间保持清洁。 每次全副武装,进入他的房间。 小哥,我进来了。 抓住进去的有限时间,和他聊聊天,安抚他的情绪。 小哥,我进来了。 小哥,我进去了。 你心态还好一点好不好? 没事呗,你不要担心好不好? 我出来了。 感染初期,医生开了退烧药,抑制病毒的药。 一天三次,饭后服用。 我很想替他喝了这些苦口的药,但是只能看着。 我出去了。 你干什么? 什么都要消毒了。 家里的每一个地方也都要消毒,让病毒无处可跑。 你该趁着吃啊。 做好他还吃的每一个菜。 补充营养。 希望他有充沛的体力去打败病毒。 每天都安时记录他身体的变化。 体温。 精神状态。 5G。 感觉是几岸。 我相信他一定会好的。 我和儿子在等着他的痊愈。 老婆加油。 武汉加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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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汉加油。